黃色飲料瓶上有焦黑痕跡 嫌犯在瓶內裝炸藥炸壞商店玻璃門 事件發生在晚上9點 現場散發大量煙霧 接著有巨大響聲 兩名保全人員上去制服嫌犯 過程中一位保全被火藥槍擊中 傷勢叫重送醫治療 還一度傳出爆炸造成兩人死亡 後來證實只是網路誤傳 嫌犯當場被制服 身上被查出自製火藥槍爆炸物 以及煙霧彈經警方審問 他作案原因竟然是想要轉運 用這種極端方式改運 還沒成功轉運 倒是得先進拘留所懺悔 記者陸之宇綜合報導 記者陸之宇維 記者陸之宇維 那邊是想要轉運 記者陸之宇維